封城 走上爹 不起來 站住 闖就是 隨便 就凭你们这些 不受未干的小儿 就想拿下我父 天大的笑话 你的父 这让你准备的东西 你背合吧 回皇上 奴才既敢抗旨 奴才确实在查理下 下了内力散 奴才也不知道 为何会失去效果啊 杰逸 老夫早就知道 也要对老夫下手 还能不事先做些准备吗 告诉你 在来之前 老夫就预先服下了 能解百度的辟邪单了 快起来 是要抓住劳败 官升三级赏金千两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来吧 送死吧 人حم三级赏金颍 he 啊 呀 요 艟 国家 你这是想和老夫 鄙视鄙视武功吗 我说你平时的聪明劲 都哪儿去了 龙小弟 我来救你 没事吧 义婚 你疯了吗 你这个月的大补安 不想要了吗 义父 对不起了 请恕赶女儿 要大义灭亲了 你别忘了 你哥哥和你 都服下了老夫的大补安 我告诉你 一旦毒发 你们会死得苦不堪言 老板 咱们来做个交易吧 你放了皇上 我也求皇上放了你 怎么样 老夫真是看走了眼了 老夫原本以为你是一个 聪明伶俐的丫头 没想到你这般幼稚 站住老板 你已经中了我的七步之岛 如果你现在强行运功的话 你在七步之内 就会毒发身亡 鬼丫头 你以为老夫会上你的当吗 就算老夫中了七步刀 也会在七步之内 一样先毙了你们的命 让你们 为老夫陪葬呢 你能死吗 你以为这样 你以为你 你以为你 你以为我 救命 弄小弟 弄小弟 你没事吧 来 没事 慢点 没事 还好有你的锦层奔袭 弄小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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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救皇上 你去吧 丫头 你把老夫的金蚕背心 也给了皇上 看来你对皇上 是动了真心了 只可惜 就算是皇上 穿了金蚕背心 老夫也一样要他的命 我 奥背 你果然与众不同啊 别人中了我的七步党 只能走七步 没有想到 你追了我们这么多不才党 厉害 你 杀 你 朱东夫 建青 快 快杀了这个小皇帝 杀了他 杀了他 就是大功一戒 老夫 就会把你们兄妹二人的 大不完的劫药给你们 还会 还会生你为 太医院的怨判 快 杀了他 朱哥哥 好 你可别糊涂啊 中堂大人你忘了 我是义欢的哥哥 当然要帮自己的妹妹 你们 你们这大不完的解药 都不想要了吗 中堂大人 你又忘了 我是大夫 大不完的解药 我会解出来的 老大 你怎么受伤了 怎么留这么多血啊 我不知道 我竟然受伤了 你疯了 你伺龙袍 是杀头之罪 你死死我的 好 等等 皇上 奴才这儿有手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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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了吗 嗯 老板 你别不服气 没想到你这个人 不仅有勇无谋 还有眼无珠 站在你面前的 根本就不是什么皇上 他是皇上的替身龙三 你说他是龙三 护驾 护驾 这边 快 启禀皇上 情况果然如您所料 这宫中藏着 数十个敖拜的手下 奴才按照您的吩咐 早有准备 他顺利地将他们拿下 好 启下敖拜 折 来人 拿下敖拜 折 他真是皇上 对 这就是当今皇上 为神参见皇上 那倒 你白长了一双大眼睛 中看不中用 你可知这玄业在先皇的皇子中排行老三 龙三的名字 是他平时出宫微服四访时的化名 你也不好好想想 他要不是真正的皇上 何来的这等的气象啊 你真的是皇上 三日市寝的时候 为什么朕要戴着面具 朕跟你说话的时候 也是破绽百出 可是你都没有发现 朕还从来没有见过 像你这么单纯可爱的女孩 皇妹 赶紧下跪 你这个鞭子 皇上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放开 你就是个混蛋 你就是个无赖 你吃了熊心暴死胆了 你不仅敢打朕 还骂朕是骗子无赖 你本来就是骗子 本来就是无赖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 都够砍你一百次头了 砍吧 反正现在傲败 已经被你制服了 留着我这颗猪脑袋也没什么用了 好 你不怕死是吧 那你哥哥呢 你知不知道你打了朕 要被驻九族的 好啊 你先是利用我 现在利用完了对吧 我没有价值了 你就知道欺负我 砍我的头 还要驻我九族 有你这样欺负人的吗 我 伤口这么深你还乱动 你等一下 朕马上让你哥哥过来给你止血 现在都要砍我和哥哥的头了 还止血干什么 朕难道不该砍你的头吗 你知不知道从小到大 还从来没有人打过朕 就算朕的皇阿玛在世的时候 也从来没有动过朕的一根手指头 那还不是因为你骗我 你跟我说你不是皇上 你是龙三 我是你的老大 那小弟做错事了 老大教训一下怎么了 那要你这么说的话 还是真的错了 没错就是你的错 谁让你骗我了 不过龙小弟 你不会真的要砍我 跟我哥哥的头吧 你说呢 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了朕 只要是不惩罚你一下的话 还怎么军令天下呀 你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刚刚是谁冒死 帮你跟敖拜拼命的 你